1998年的一天 中国警方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从缅甸寄来的神秘的信件 这封信非常特殊 因为写这封信的人 他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 他是当时中国警方正在全力通缉的要犯 人称缅北独王的大毒枭 谭小林 这事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一个大毒枭 为什么会主动给警察写信 难道他就不怕暴露了行踪 被警方抓到吗 他的信里又说了些什么呢 写这封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要解开这一连串的疑问 我们就得先来了解一下 谭小林是个什么样的人 谭小林又名谭明林 1962年生四川省乐志县人 1993年身无分文的谭小林偷渡到缅甸 仅仅用了五年时间 他摇身一变成了金三角地区的头号大毒枭 控制了中缅边界地区将近60%的毒品交易 据统计在这五年里谭小林先后向中国境内运输海洛因55次 总量超过了7吨 此外有近50吨制毒用的化学药品也是经过他的手被偷运到了国内 那段时间中国境内流通的毒品一半以上都跟谭小林有关 谭小林这几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野里 那是在1995年的7月25号 在当天的一次疾毒行动中 云南宝山边境检查站的疾毒警 在一辆东风货车的水箱里面 发现了183块海洛因 总重量98.24千克 据被抓获的马仔交代 这批毒品的货主正是谭小林 从这以后谭小林这个名字 在公安集赌网中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然而这个行踪诡秘的大毒箱 从来就不轻易抛头露面 他一直躲在缅甸的老窝做幕后的指挥 如何拔掉这颗毒瘤 就成了中国警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谭小林的老巢就在缅甸北部的小城穆杰 和中国云南的瑞丽隔江相望 凭借着贩毒积累的巨额财富 谭小林在穆杰建起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别墅 更组建了一支超豪华的私人武装 这支武装力量全部配备美制装备 由参加过缅甸内战的退伍军人组成 总人数超过270人 接近一个营的兵力 可能是做贼心虚 谭小林本人随时都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 他的别墅周围拉着铁丝网 24小时有武装人员巡逻 无论他走到哪里 前后都会有一批鹤枪实弹的保镖保护 看得出来 谭小林是个极其敏感和谨慎的人 照常理他对警方应该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可是这一次他主动凑上去 给警方写信 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他在信里又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答案 可能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谭小林写给警方的信 是一封忏悔信 在这封信里面 谭小林向警方一再表示 他一定会痛改前非 不再做毒品生意了 这事儿确实很蹊跷 警方也在猜测 谭小林写这样一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 紧喷洗手 通知警方还是真心的忏悔 投石问路 或者说他是虚晃一枪 是想扰乱警方的侦察视线 任何事情都不会孤立发生 我们来看看谭小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缅甸北部有一条途经云南广西广东 直达香港的黄金交通线 这是缅北地区货物进出口的一条重要通道 也是毒箫们赖以生存的 最重要的一条毒品运输通道 1998年 中国政府加大了禁毒的力度 在中缅边界的检查站 对来自缅甸方面的货物 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毒品检查 在很短的时间里 各大毒箫接连翻船 不断有毒品被查获 马仔被抓捕 毒品的运输链条几乎被打断 同一年 谭小林最为得力的助手 带200多公斤海陆英闯官 在宝山检查站被查获 之后 谭小林走海陆运往美国的毒品 也全部被收缴 谭小林本人也被国际刑警通缉 内外交困 这样看来 谭小林似乎还真有 收手不干了的可能 而在机械警方忏悔信之后 谭小林也确实沉寂了一段时间 难道说 这样一个大毒箫 就这么善罢甘休了 他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警方决定 派人给谭小林 把一把麦 负责去把麦的人 是谭小林的老乡 这个人曾经还救过谭小林的命 在警方的周密安排下 他找了个借口 说做生意失败了 来投奔老朋友 于是就这样就打入了谭小林的贩毒集团 出于保密的需要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 先不说这个人的真名 把他称为老田 很快老田就发回情报 谭小林的忏悔信 果然是虚晃一枪 他正计划分批运输大量的海洛因到广东 数量有可能上吨 接到线报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 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经过论证 专案组最后决定 采取先放毒品过关 然后进行跟踪 最后一网打尽的战略 1999年8月29日 警方发现 谭小林购买了两辆新货车 并跟踪拍摄了全过程 为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跟踪的距离比较远 直到晚上才拍清了这两辆车的车号 可是天亮之后 这两辆车却又开回了原地 负责这两辆车的人 其实正是老田 而这两辆车全都是空车 上面根本就没有毒品 这也正是谭小林的狡猾之处 第一 他要试探一下 这老田到底可不可靠 第二 他想看看这条通道是不是安全 经过这一次投石问路 谭小林心里有底了 没过几天 他就派了另一辆货车进入了昆明 侦察人员一路跟踪 发现这辆货车 开到了昆明市郊区的一个货箱厂 在修理车间 这辆货车的车牌照被用帆布盖住 货车的水箱被拆了下来进行改装 修理人员在水箱里焊接加层 焊接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 当晚货车改装完毕 修理人员给水箱重新喷上了漆 很显然 谭小林把毒品藏在了改装后的水箱夹层里 侦察员马上把这一情况向专案组做了汇报 同时继续秘密跟踪 1999年9月24日下落 藏有毒品的两辆货车 从缅甸开到了穆康公安边防检查站 人员却迟迟不见通关 就那么一直停在路边 这时候 一部作为马仔之间的联系用 一部用来单独和老田联系 还有一部作为马仔和家人朋友日常联系用的 这样 只要哪一部手机出现战线的情况 就说明对方出事了 而谭小林坐镇缅甸老超 用十几部手机遥控指挥 这是他反侦察手段之一 据说谭小林记忆力惊人 他不用翻电话本 他可以清楚的记得 每一个马仔的任何一个电话号码 厉害 眼下 这两辆运毒的车按兵不动 正是接到了谭小林的电话 谭小林指示他们 等一等 等到凌晨一两点之后再冲关 果然第二天凌晨 谭小林的两辆运毒车同时开向边界站 与此同时 不同寻常的一幕发生了 几辆停着的其他的货车也开始向检查站驶去 我们都知道 凌晨一两点是人最累 最疲倦 最想睡觉的时候 这时候检查站的人手少 警察人员的身体疲倦 如果没有确切的情报 那就很容易出现漏洞 而且安排几辆车同时装上各种沉重的难以检查的货物和运毒品的车辆一起通关 那就更容易浑水摸鱼 当然这一切都没能逃出极毒警察的眼睛 检查站的官兵早就接到了边防总队的指令 对这两辆车全部放行 在警方的故意放行之下 两辆运毒车一路畅通到达目的地 在确认谭晓林已经对这条运毒通道完全放心之后 广东警方迅速出手 抓捕了这批货的买家 收缴了全部毒品 而谭晓林还蒙在鼓里 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踩路 开始放心大胆的大批量运毒 10月28日谭晓林的又一批货 通过这一条路运到了广州 毒贩们在市郊的一间仓库卸货的时候 警方突然收网 这一次抓捕贩毒嫌疑人两名 缴获海洛因高达190公斤 这一场较量以谭晓林的失败搞终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但是在谭晓林看来 这不过是偶尔的运气不好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血 他依然不思悔改 那么接下来这个大毒销 又会有什么动作呢 警方又如何才能把他 寄拿归案 其实谭晓林的生意 还不止限于毒品 他的投资涉及到各个领域 缅甸有著名的宝石生意 木材生意 这些他都有设立了 另外他还投资了房地产 还经营着海产品加工 甚至还参与了缅甸的公路建设 当然这些都是他用来洗钱和伪装用的 谭晓林真正在乎的 还是他的毒品生意 在接连遭受警方打击之后 谭晓林也深深感觉到了不安全 为了躲避侦察 谭晓林更加深居检出 极少露面 同时他还订阅了国内十几种报刊资料 专门研究中国政府禁毒的方向和力度 与此同时 中国警方也正在积极的制定 抓捕谭晓林的计划 谭晓林的别墅有近一个营的私人武装保卫 直接冲进去抓人 几乎没有这个可能 经过侦察 警方得知 谭晓林有个癖好 他爱赌博 经常触摸在一些大赌场 而他长期的赌场离中缅边境非常近 中国警方想的是 在他赌性正浓的时候 征得缅方的同意 突然跃进把他给抓起来 或者是在他赌到很晚 离开赌场的时候 在半路上把他抓获 这个计划听上去很不错 但是却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除了拥有上百人的私人武装 谭晓林的身边 始终有十多个鹤枪实弹的保镖 形影不离 这些人都是谭晓林经过精挑细选 选拔出来的死命追随者 正是这群人 让警方抓捕到谭晓林的计划 陷入了僵局 而这时候的谭晓林也暂时放缓了毒品交易 开始为自己找靠山 谭晓林所谓的靠山 其实是当时缅甸政府和军方的一些腐败官员 借着贩毒积累下的巨额财产 谭晓林开始着手向缅甸政界发展 企图用钱洗白自己 躲避警方的追捕 这个时期 谭晓林甚至把秘鲁前总统腾森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做起了总统梦 然而 他秀出了什么危险 躲起来了 警方通过安插在谭晓林身边的卧底老田 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原来这段时间 谭晓林的母亲病逝了 谭晓林正在为母亲守孝 基于这种情况 中国警方又制定了另外一个抓捕计划 2001年的清明节 谭晓林正准备去给母亲上坟 突然接到缅甸国防军一位高级军官的电话 说缅甸国防部一位高官要接见他 正在努力朝政坛发展的谭晓林 立刻放弃了为母亲上坟的安排 就动身去了缅甸国防军司令部 结果一到司令部 他就发现这里已经被重兵包围 一架武装直升机盘旋降落下来 不由分说 把谭晓林带上了直升飞机 2001年4月20日 缅甸警方首次向我国政府 移交国际级毒销 当这名代号为71号的案犯 头上的黑金被摘下时 在场的中方代表脱口而出 就是他 他就是被称为 中缅边境毒品走私第一销的谭晓林 谭晓林终于落网了 应该说中国警方和这个缅北毒销的暗战 已经见分晓了 可事实上所有参与抓捕行动的人都还选着一颗心 因为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了 金三角的各大毒销都已经放出话来 绝不让谭晓林活着离开缅甸 他们要采取一切行动干掉谭晓林 中国警方和谭晓林的暗战 这时候已经升级成了 同整个金三角地区毒销门的暗战 关于毒品 关于金三角 谭晓林知道的太多了 毒销门已经准备好了火箭弹 他们要在中国警方引渡谭晓林回国的路上 把他炸死 为了能够把谭晓林安全的引渡回国 相关部门迅速制定了一套六真六甲的移交方案 所谓六真六甲 一是真假谭晓林 二是真假车队 三是真假行车路线 四是真假关押地点 五是真假起飞地点 六是真假降落时间 总之在任何可能出问题的环节 警方都设计了一真一假两套方案 在压借谭晓林回昆明的这一路 警方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三菱汽车 全部挂上同样的牌照 将一真一假两个谭晓林 穿上同样的衣服 戴上黑头套 分别安排在两辆车里一起开出去 为了确保安全 警方又出动八九辆车 声势浩大的 保护坐着假谭晓林的三菱车 而真车队则搞得很简单 不拉警报 低调前行 在这样的障眼法之下 车队走山间公路 过腾冲 宝山 然后转飞机 最终将谭晓林压到昆明 事情到这里 谭晓林归案 一切都尘埃落定 可是还有一个疑问 没有得到解答 在偷渡到缅甸之前 谭晓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呀 他又是怎么在五年之内成了缅北独王的呢 换句话说 他是如何走上了贩毒这条路的呢 要把这事说清楚 我们还要从一双球鞋说起 很漂亮的一双球鞋啊 这是谭晓林的初恋女朋友送给他的 这个谭晓林从小在学校成绩优秀 但是他家里很穷 直到读高中的时候还穿不上一双像样的鞋 这双鞋呢 就是他的初恋女朋友送给他的定情物 可是 到最后 这女朋友的父母还是瞧不起这个穷小子 非常无情的把这对恋人给拆散了 从那一刻起 谭晓林咬紧牙关 在心里发了一个毒誓 此生不出人头地 事不为人 1993年 怀着发财梦的谭晓林偷渡到缅甸打工 不经意结识了缅甸大毒枭杨国栋的女儿 谭晓林的聪明机智和胆量 很快赢得了姑娘的青睐 两人随后在缅甸结婚 应该说谭晓林的婚姻是有目的的 他不过是想借岳父的势力出人头地 据说 谭晓林最喜欢的一本书 那不是这个啊 想不到吧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很长一段时间 谭晓林的偶像是保尔科查金 但是他把保尔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 用在了自己的一套成功学当中 变成了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的追求 幼年的清贫穷困 第一次恋爱遭受到屈辱 这些在谭晓林的心里刻下了难以抹去的失败感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尽管岳父是毒销 但谭晓林最初的生意并不涉及毒品 然而耳濡目染一些毒贩的报复过程 让渴望成功的谭晓林终于把持不住 1995年在妻子遭遇意外生故之后 谭晓林终于对安分守己的小本生意失去了耐心 他迫不及待的开始了贩毒生涯 谭晓林一生自以为聪明 他非常自负 他曾经得意洋洋的向手下吹嘘说 自己开发的贩毒交通线是多么的安全 他也曾经绞进脑汁 把毒品藏在车的隐秘部位 安全的蒙混过关 他甚至觉得自己将近四个亿的所谓的财富 都是靠聪明积累起来的 但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又怎么可能去贩毒呢 说穿了谭晓林所谓的聪明 不过是给自己的贪婪找的一个借口 2004年6月25日 国际禁毒日的前一天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打击毒品犯罪大会 谭晓林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 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死刑 临行之前谭晓林又写了一封忏悔书 也许这一次的忏悔 才是他真正的心声 贩毒是黄泉路上的奈何桥 是人鬼之间的分界岭 一旦踏上这条不归路 等待你的不是荣华富贵 这次稍后 再次囤养回应 最后一封忍法 底下 转发 转发